这个影片继续要跟各位介绍 《唐花小苍蓝》的一个上色以及组合 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些花包 还有花铁丝的部分呢 用花衣胶带包起来 通常呢我们馋花衣胶带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要记得先把花衣胶带稍微拉开 拉开的话它的粘性才会出来 然后通常呢我都差不多馋在铁丝的部分 两到三公分就可以了 我们开始来上色 那么在花苞的这个上色的部分呢 我会选择用这种柠檬绿的颜色 来加强它的顶端还有花鳄的部分 如果你有做这个白色加一点点淡黄色的一个花苞 如果你有做这个白色加一点点淡黄色的一个花苞 同样的方式做一些上色的动作 在花的部分上色呢 除了花耳的部分 你可以把黄柠檬颜色呢 往上面在花茎的部分 从底部到上推开 我们开始来做花瓣部分的上色 在花瓣的部分呢 中间我们还是用柠檬绿来刷色 那刷色呢 是从中间底部往上刷 这个示范的小苍蓝花 我选择的颜色 是用黄色、柠檬绿 还有就是Sunflower的颜色 那所以我们在花瓣的部分呢 会以黄色的为主色 那这个黄色的选择位置呢 就是我们刷色的位置 会用很Random的方式 也就是说 不会是每一个花瓣都上得太均匀 在上色的技巧上面 通常我会把黄色选择 它有一些深浅的黄 或者是你再用一点 更橘一点的黄都可以 来加强它的一个边缘部分 这么样的上色方式 会让整个花看起来会更生动 通常在花瓣的上色上面 也要去注意到 花瓣的背面要记得上色 尤其是从正面看去 在它的一个侧角的地方 会比较需要去加强 多用一块儿 混合小的背面 就像他有一块儿 然后在莫乱临头 可以 一块儿 这减一块儿 一块儿 我会把这块儿 最后我们来做小苍蓝花的组合 如果今天你的使用目的是把小苍蓝当做一些填充的一个花朵的话 那么你可以几朵几朵绑在一起 然后填补在你要填补的位置上面 如果你要做成一整株的话呢 你要选择一根铁丝 然后先将铁丝用这个花蚁胶带把它包好 在一整株的这个小苍蓝的组合上面 通常我们会从花苞最小的部分开始 从小中大慢慢的把它缠在这个我们已经包好的铁丝上面 那么要注意它的一个距离 大概就是每一个花苞距离在1到1.5 甚至2公分的一个长度 所以我们要将料理在用一个花苔的时间 然后再价格加上的一个花苔的花苔 一样的花苔就会用出来 同时要使用这个花苔的后果肉 或者是价格更需要的 ular花苔的花苔寶绑在一起 那么多有些花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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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苔 所以我们选拔的花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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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在一起 影片已经到 尾声 那么希望各位在这个影片上面呢 有看到怎么样上色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那也建议各位多可以尝试 其他的一些颜色 来增加自己对于上色的练习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小昌蓝 糖花的一个制作影片 那么让我们大家快乐的做糖花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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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